在香港的金氏店外 常常的队伍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 近几天来金价下跌至近两年来最低 一盎司1321块美金 吸引大陆游客的抢购风潮 不过据专家预测 金价很有可能继续下跌 近两年来金价攀升 去年涨到1700到1800美元 令许多想进场的民众却步 这几天金价下跌至近年来的最低点 1321块美金 引发大陆民众抢购风潮 世界最大的珠宝供应商周大福集团表示 近两周来 他们在中国香港及澳门的分店业绩 增长了30%到40% 金价大跌引发中国民众抢购 专家评论认为 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房市和股市疲软 因此权贵阶级的资金转入黄金和奢侈品市场 这也反映出了目前中国不健康的经济结构危机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安慈编译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安慈编译